所以不要刺激鱼 不要刺激鱼 请不要刺激鱼 日本奈良公园住着许多被称为神的使者的鹿 每年都吸引无数观光客朝圣打卡 还可以购买路线被喂食互动 但是奈良陷阱每年夏天都要这样站上街头 因为不少民众拿捏不好与鹿的互动距离 就像这样用力抓住鹿的脚或甚至猛踹鹿群 都会让鹿产生危机感进而反击 造成观光客受伤 今年9月民众被鹿角刺伤的事故就有43件 是去年同期的2.5倍 因此当地的奈良陆保护协会 就和奈良政府合作强化对游客的警告 当地协会因此列出分级呼吁 当此鹿因为怀孕情绪变得暴躁 情况增加时就会发出注意警告 当熊鹿的鹿角生长过长 可能导致非常危险的情况时 则会发出严重注意警告 如果还有更危险的情况出现 就会发布最高等级的警报 尤其10月是鹿的发情期高峰 容易变得情绪暴躁 因此从10月10号开始就会实施发布警报令 除此之外 协会还发出与鹿接触时要注意的五大重点 不要摸鹿的脚 不要贴着鹿的脸或脚盯着看 幼儿骑的公路因为脚只有一根 因此也很容易被刺到 并且要注意鹿的动作 不要背对鹿或者是站在公路和母鹿之间 最后是为鹿先背时 记得要把手伸出去给 不要一直拿着不给 如果已经没有先背 把两手摊开 鹿就看得懂 提醒要前往内辆旅游的民间 多加注意以此安全 东西新闻对于清离境 综合报道